現在看到這在流動的呢 就是在生理石鹹水裡面的紅血球 那在我們的血液裡面流動的紅血球就像是這樣子 它會一直滾 所以你仔細看一下每個紅血球 它的形狀其實是 從側面看是扁的 那從上下看它其實是圓的 那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圓盤一樣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的上下還是凹進去的 所以這叫做 雙凹圓盤狀 你仔細看它的樣子非常非常的可愛 現在你看到這個呢 就是泡在純水裡面的紅血球 那它的形狀已經變成是圓滾滾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移動到別的地方 會看到那些紅血球 它會變成都爆掉了 所以你會看到只剩下像鬼影一樣 你現在看到在中間流動的就是那些在純水裡面的紅血球 圓滾滾的 至於旁邊那些已經不太移動的呢 就是已經爆裂的紅血球 所以現在它就已經是爆裂的狀態 就是看到一片紅紅的 我們看到現在這很多小刺球 這些小刺球其實就是放在 鹽水裡面的紅血球 那已經萎縮了 那萎縮之後就看起來像是一個小刺球 毛毛的樣子 該死的小刺球 就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刺球 好嗎 我來自身的大刺球 就看起來 一刺球